其實這幾年來 蔡英文總統其實在 經濟這方面的著力非常的深 其實所以我們看這幾年來 為什麼像昨天的這個 經濟論壇裡面也提到 我們競爭力又持續的提升 包括我們的世界創新能力 是被譽為是前四強 包括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不管是經濟成長的部分 現在是四條之首 包括我們的股市上萬點天數 這三年來大概都創下了新高 包括我們的經濟成長率 所以種種的各種的跡象都在看來 包括最近最新的台商回流 超過6000億 所以其種種整體的跡象 包括剛剛林煌講到了 不管是風力發電的發展 太陽光電綠能的發展 包括我們的國建國造 我們的這些整體的發展 甚至於很多的基礎建設的發展 等等都看得出來 台灣的厚實的經濟實力 確實是個事實 所以這也為什麼說 我們看到蔡英文總統其實很穩健 一方面在經濟上持續的提升 所以我們加薪 我們減稅 所以我們在經濟上面做了很多有感的一些措施 把經濟的成果回歸給人民 那同時間我們也不斷的持續 他今天講的重點沒遲到 包括我們也持續的提升我們的國防的實力 你唯有自己有國防實力 你才不用去求人家貴人家 當你沒有的時候 你去拜託人家的時候 永遠沒有用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 但是我們即使擁有這些實力之後 我們會大升或者是嗎 沒有 你看蔡英文總統其實這三年來非常的穩健 他從來沒有主動去挑釁過中國 但是他努力的去營造跟世界各國 保持一個好的友好關係 跟美國的關係 我想是近年來算是做得非常好 包括跟日本的友好關係 那跟中國的關係 我還是必須強調 這個跟節點真的國民黨應該要搞清楚 問題點是在於九二共識從共產黨的角度 從北京的角度其實就是一個中國 他要的是一個中國 所以他習近平講得非常清楚 然後這個中國不是中華民國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他今天因為二郎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所以為什麼蔡英文總統在今天的文告裡面 必須再去強調 他不接受 台灣人民也不接受一國兩制 因為這是台灣人民的底線 其實很多的都已經例子 香港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如果我們接受了這樣的方案的話 我們恐怕對未來子孫的自由民主的權力都犧牲掉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對後代子孫交代的 所以我說這些都是蔡英文總統不斷的在努力的 那我們看過為什麼今天 其實大家如果看整個這個文稿的時候 會發現兩個的高度確實不一樣 蔡英文總統不斷在講述過去來做了什麼 跟他未來希望去給人民繼續帶到 不管是國家主權 自由民主 不管是我們的經濟實力 不管是我們左向世界 希望讓融入世界中 為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 但是我們看到了韓國瑜市長的文告裡面 其實充滿了很多的一些仇恨動員 我覺得大概韓國瑜市長 他是現在國民黨的候選 其實這幾年如果大家仔細看 每一位到這個時間點要參選前的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告 幾乎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間點 但是以前不管是看馬英九 看朱立倫的 大概很少看到是用這樣仇恨的方式 所以我說這個真的是 韓國瑜市長跟他的團隊要去思考的 台灣人民要的是什麼 台灣人民要的是一個穩健 而能夠帶領台灣走向未來的一個元首 而不是一個不斷用仇恨的方式來動員的方式 那一國兩制為什麼在整個台灣裡面是必須 蔡英文總統必須不斷的講 你看韓國瑜市長在1月2號習近平講完 一國兩制台灣翻之後 他在3月22號能夠走進去中聯辦 中聯辦大家都知道 那是一個非常代表著北京意志的一個單位 那當你已經不斷的為這個方案背書的時候 我們今天是國慶 這個是中華民國的國慶 也是中華民國台灣整個 今天蔡英文總統也講了非常多次中華民國了 那當在這樣中華民國的時候 如果未來以韓國瑜市長這樣的走向的話 你如果認同了這個北京的做法 那將來可以看到的是未來是只有一個中國 那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他不會是中華民國 所以是誰在保護著台灣 保護著中華民國的未來 所以我說這個是一個 蔡英文總統是一個很穩健很務實的一個領導者 壯大我們自己的經濟實力 壯大我們國防實力 維護台灣的權益 維護台灣的自由民主往前走 但是韓國瑜市長真的要思考清楚 為什麼台灣人民現在對你的信任度持續的下降 因為你現在的做法是去迎合著北京 而北京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且北京的所有態度是這樣子 當你強大的時候 他才會跟你尊重 你去跟你談 當你如果只是求他跪他的時候 這樣的方案絕對不會許都要和平 我想這也是未來韓國瑜市長 他要深深思考的